大家好 剛才聽到Stephy說是God Talent的粉絲 是的 我很喜歡看 由他們開季幾年開始聚 我是很喜歡看 因為他們有不同界別、不同年齡、不同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除了表演好看之外 我覺得他們的故事也很好看 有些人是努力了很久 為了過了幾分鐘的表演 有些人有很多他們自己的故事可以分享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很開心可以香港終於有這個表演 因為當時一直看的時候 就在想香港什麼時候會有呢 我覺得香港很多有才能的人 很值得讓更多人看到 小秀節目多數都要通名 是否你們都準備好 要喊很多個鐘 你這樣說一說 我就開始準備好 我還沒開始想 因為還沒開始拍 但也應該要預算是這樣的 因為知道有很多參加者 還有希望節目好看 製作好看的話 其實都需要時間 有很多參加者 其實自己都有點緊張 因為自己都是這個節目的粉絲 看了很多年 還有這個節目 他美國版 之前的主持人Tire Banks 是我自己的偶像 我就說 哇!這個節目來到香港 還有是第一次 Gott Tiling有廣東話主持 我就自己覺得 有點任重到遠了 我回去應該會再煲多一點 還有自己咬字 又要提自己 再清晰一點 還有自己咬字 又要提醒自己 再清晰一點 我想我全部都要請教 接下來逐個逐個約 他們出來喝茶 大家 各位魚圈的金牌MC 就預備 讓我請喝茶 你們小朋友 會有興趣參加嗎? 過了 還有他們都未夠年齡 希望下次再有機會 他們夠年齡的時候參與 還有一些這麼漂亮的評判 我也覺得他們參加都會很開心 我想我暫時不能夠說到準則 因為準則會比較浮動 因為其實他們參加的人也多 他們的年齡層也很廣 還有他們表演的事情 都猜不到是什麼 所以很難現在告訴你們 那個準則是什麼 剛才我說過 我很情感 我很容易被感動 所以我覺得 可能第一個準則 就是如果他的表演 就算未必那麼好 但他能夠感動我的話 可能都會加很多分 你是怎樣的 英俊嗎? 我現在不會告訴你們 因為英俊也有很多準則 你也有很多 所以你怕自己哭嗎? 我怕自己哭 因為第一哭又說不到話 就是會很醜樣的 第二就是 我也不想在一個表演 經常都 不好意思先補個狀 就很麻煩 所以盡量控制自己 但我看表演的時候 好像Andrea也是 我看表演的時候 都會經常哭 看到一些小朋友 還有他們背後有很多故事 所以 控制一下自己 你最期待會看到什麼類型的表演 即是唱歌跳舞 還是特技方面 我最近看新的一輯 有一個 我自己很深刻印象 應該都在社交媒體 都傳得很厲害 就是有一個女人 去配音 即是把一些 大自然的聲音 動物的聲音 去配音 我現在講到 無管動物 真的那種聲音 令我會覺得 是 即是 很有靈魂的那種感覺 所以是很 即是雖然是 他的表演不是很 天花龍鳳 即是他只是用那種聲音 都可以感動到我 這一個是非常之厲害 我很期待看到類似這些表演 OK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